在我国,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乳牙迟早要更坏,不需要被取坏的乳牙进行治疗,这导致很多小朋友在满口烂牙中,度过了七彩的童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8岁以下儿童取病患病率高达66%,但是治疗率不足3%,3岁以下儿童开始刷牙只有13%,仅有9%的家长监督孩子刷牙,这是很让人心酸的数据。 由于乳牙的概化程度比较低,如果宝宝得了取齿病情,会进展的更加迅速破坏面积比成人要更加广而宝宝治疗时也不能像成人一样,配合宝宝和家长都会更加痛苦。 因此,用来取齿重在预防防取攻略,第一步日常清洁已有效刷牙刷牙是保持口腔卫生,预防取齿的关键第一步第一颗乳牙萌出后,家长应开始为孩子刷牙,每天至少两次选择放后和睡觉前, 进行不少家长都会帮宝宝刷牙,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有效刷牙也就是适用正确的方法刷牙达到应有的清洁效果刷牙时,可以逐渐培养宝宝进行漱口练习。 三岁以下婴幼儿用清水刷牙三岁以上,幼儿显用儿童专用含浮牙膏刷牙,二两好饮食习惯除了刷牙日常,要让孩子养成喝白开水的好习惯吸食口内的残留食,物体到清洁口腔的作用少吃糖果,蛋糕,饼干等含糖量高的食物。 如果宝宝吃了甜食食用后,及时刷一次牙三使用牙线牙线可以清洁刷牙无法触及的牙齿粒面,也就是每两颗牙齿相邻的侧面,有效预防粒面取齿的发生家长,要帮助宝宝使用牙线清洁乳牙粒面每天至少一次。 注意哦,将牙线推进牙齿粒面底部时,来回清仪是清仪,不是大幅度拉锯扯,据我大力大幅度拉扯会损伤牙齿粒面。 对宝宝和家长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我防取攻略第二步定期检查,由于乳牙徐齿进展速度更快,所以家长从宝宝蒙出第一颗乳牙起,应当每隔三个月待孩子到医院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一刷牙效果,尽管我们每天都带给宝宝刷刷刷可是刷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趁着带宝宝到医院进行检查,不妨请医生用专业方法来看看宝宝牙齿上的牙菌斑都刷掉了吗? 这就需要做菌斑染色剂,检查二曲一感性检查宝宝口腔内含有的细菌水平会影响宝宝感染虚齿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对宝宝口内的牙菌斑进行培养检测,确切了解宝宝换取,使得可能性大小,从而进一步地进行针对性的预防防曲攻略。 第三步,医疗预防医腐化物徒步做过去一感性检测后,我们可以根据宝宝的个体情况,制定定期扶制剂剂治疗剂,化提高乳牙的抗许力。 要注意在医院进行的浮化物徒步,与小朋友在幼儿园半年一次的浮化泡沫防曲有很大不同医院徒步的浮化物和浮量,更高其徒步评测是针对宝宝的个体情况,而指定的可以说浮化泡沫防曲是普世的一般的防曲治疗方法,而浮化物徒步治疗是个性化的防曲治疗方法。 二窝钩封闭牙齿窝钩的解剖特点,使其成为徐齿最好吧的部位,请看显微镜下的窝钩图像,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窝钩点细,这可都是细菌最容易繁殖和储留的地方。 窝钩封闭,是一种无统无创伤的徐齿预防方法,在国际上有50多年的使用历史,似乎推荐的有效预防徐齿的方法。 具体方法是将特定的封闭材料涂布于牙关咬合面,夹舌面的窝钩点细封闭材料流入,并渗透窝钩后固化变影,塑盖在窝钩上形成保护性的屏障窝钩封闭,能够阻止智取菌及酸性带线产物,对牙体的侵蚀,以达到预防窝钩曲的效果。 窝钩封闭后,细菌没有办法进入勾点系,拉牙齿得到了良好的保护防取攻略。 第四步及时治疗由于幼儿的取齿发展进程较快,所以一旦在定期检查中发现取坏的牙齿就要及时治疗,避免取齿进一步扩大好了。 有了上述攻略,只要爸爸妈妈规范执行你的宝宝,将会有一个很好的防取护理了。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医院。